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多的出现在我们的办公室人群 因为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的上背不自觉的就会向后去找到你的凳子 然后为了我们的身体的平衡 而且又为了我们的眼睛能够更好地看到电脑的屏幕 我们的脖子就会出现一个前影 然后就会这样的一个坐姿 就会发现当你站在那里的时候 然后你的下腹部就会比较的突出 那这种体态我们就叫做小妇婆了 那其实这个是需要锻炼你的下腹部的力量 或者说锻炼你的下腹部的肌肉的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来讲解一下这样的话题 说到下腹部的打造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马甲线的其中一个部分 那上一节课我们说了 马甲线是从上往下我们的腐植肌 那腐植肌呢它是分为很多个区域的 你会在一些马甲线比较明显的人身上会看到一块一块的 那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的腐植肌 其实腐植肌呢是从上而下一直到我们的下腹部 那如果你的上腹部比较紧致的话 下腹部松弛那么我们的小肚子就会突出来 所以呢当我们练习的时候除了练习上腹部 下腹部的力量也是不容忽视的 除了我们的上一节课讲的一些呼吸 我们这节课会用一些地面的动作来练习我们的下腹肌 那另外呢下腹部松弛还有一些问题呢 就是在我们的孕妈妈的身上 我们生完宝宝的时候呢 肚子这个地方呢就特别容易松弛 然后呢这个地方呢感觉呢就像泄了气的气球 我们就会感觉老是发不了力气 特别是有一些泼工厂的妈妈 这个力量呢就更加的弱了 所以这节课呢我们就会教你一些动作 怎么样很好的练习到我们的下腹部 能够增加我们下腹部的力量 增加我们下腹部的一个肌肉的紧致程度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同样也是有三个动作 练习我们的下腹部 那么这三个动作呢可以跟上一节课的三个动作联合起来去做 因为上腹部练完再练下腹部 那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哦 来我们来一起躺下来 好同样当我们躺好以后 我们都是先复习一下你的呼吸 双手放在肋骨上方 双脚屈膝 来到一个比较舒适的姿势 吸气肋骨扩张 呼气肋骨收缩 感受一下你的腹肌正在发力 吸气肋骨扩张 呼气肋骨收缩 再来吸气肋骨扩张 呼气肋骨收缩 好停 那么因为今天呢 我们更多的是需要练习到你的下腹部 更多的需要你的骨盆的稳定 所以呢在这个呼吸上面呢 我们再加一点点 要求将你的腹部再做一个稳定 想象在这里放一杯热茶或者热咖啡 当你呼吸的时候 这杯热茶或者热咖啡 它会稳定 不被打翻的 来再来试一下 双手放在肋骨上 想象你的下腹部 肚脂下方放着一杯热茶 或者热咖啡 吸气肋骨有打开的感觉 呼气肋骨有收缩 可是感觉下腹部 对你的热咖啡不会撒出来 吸气肋骨扩张 呼气肋骨收缩 再来三次 吸气肋骨扩张 呼气肋骨收缩 最后再来一次 吸气肋骨扩张 呼气肋骨收缩 非常好 双手放两侧 好 那么接下去 我们再加一点点难度 将双脚屈膝抬起来 来到桌面的姿势 这个时候呢 你还是要想象 你的下腹部 放着一杯热茶或者热咖啡 再一次将双手 放在肋骨上 想象你的热茶或者热咖啡 它依然是稳定的 这个时候呢 骨盆是在做一个后勤的动作 下背部的位置更多的贴向垫子 再来做五次呼吸练习 吸气肋骨扩张 呼气肋骨收缩 再来吸气肋骨扩张 呼气肋骨收缩 再吸气肋骨扩张 最后两次吸气肋骨扩张 最后一次吸气肋骨扩张 双脚慢慢的落下来 那么呢 在完成了这个呼吸方式以后 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下腹部的练习了 那么今天练习的动作的名称就叫做姜虫 就是一个僵硬的虫子 那这个动作呢 是让我们的腿像一个僵硬的虫子一样 往下去点地的 我们先将双脚屈膝抬起来做准备 来到我们的桌面 table top 好 吸气的时候保持身体的稳定 呼气的时候 让我们的右脚保持90度的往下扁 吸气的时候回到桌面 再来重复右脚 呼 吸气回来 再来重复右脚呼 吸气回来 好 记住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同样的你的骨盆要做一个很好的后起 还是要感觉你的腹部下方 放着一杯热茶或热咖啡 在脚往下的同时 骨盆要做一个后起 一个相对反方向的力 然后呢 这样的话才会让我们的下腹部有更明显的感觉 好的 我们今天会做单腿的还有双腿的练习 当你做双腿练习的时候 如果你的下背平时有疼痛的话呢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骨盆下方垫上一条大毛巾 将我们的骨盆稍微的抬起来一点点 那么如果当我们双腿抬起来 往下放的时候呢 就不需要把脚放到地上 只需要来到45度 确保你的骨盆是在一个稳定的状况下 就可以抬起来了 双腿的时候记住 不需要把脚完全的放到地上 那么今天的第三个动作 我们去有一个角度的变化 将你的脚尖指向垫子的左侧45度 再去往下放 吸气回来 将脚尖指向垫子的右侧45度 再去往下放 吸气回来 因为方向的不同 这样的话对我们的下腹部的肌肉 有不同的张力 这样的话呢 会更多更好的刺激到我们下腹部的肌肉 这样的话呢 能够让我们的小腹部更好的收紧 能够帮助你摆脱小腹部的称号哦 好 那接下来跟我们一起来练习吧 好 来 我们一起来练习江虫的动作 双手依然的放在身体两侧 呼气 通过腹部发力 把双脚抬起来 桌面的姿势 好 确保你的下腹部是有更多的发力 你可以想象 坐骨和坐骨中间靠拢 尾骨朝齿骨的方向 也就是说做一个骨盆的后勤 将下背部压紧地板 吸气准备 呼气将你的右脚轻轻地往下点地 然后吸气回来 重复这个动作 还有七次 往下的时候要吐气 记住 想象你的下腹部放了一杯热咖啡 它需要非常的稳定 再来 三 你的脚尖轻轻地触碰地板 二 双肩要放松 一 好 吸气回来 然后我们换左脚 再来做八次的重复 八 七 六 如果你再做八次一组的动作 你会感觉最后几个动作 都是非常轻松的话 你可以尝试做到十到十五个 三 保持骨盆很好的稳定 二 一 好的 然后呢 如果你在这个动作 你都可以做得很轻松的话 你可以尝试两个脚交替的完成 右脚落地 呼气 右脚向上 左脚往下 呼气 换腿的时候吸气 呼 呼吸 呼 吸 同样在做腿部动作的时候 你要确保你的骨盆是非常的稳定 确保你的喉咙后侧压向垫子 还有四次 确保双肩不要因为紧张而聪起来 三次 每次的动作要确保你的腹部收紧 最后一次 好 轻轻的双脚落地 休息三十秒钟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大腿有一点点累 这是正常的 同样如果你感觉到下背部酸 或者说腰部会比较酸的话 那可能你的腰还没有很好的压向地板 那么让你的下背部更多的贴向地板 收紧你的腹部 这很关键 好 再来 第二个阶段的练习 呼气 将双脚屈膝抬起来 我们尝试双脚慢慢的点地 如果你的腰开始出现疼痛 或者你的骨盆开始向前 或者说向腿的方向移动的话 你就停在这里 不要让脚尖这么多的触碰地板 好 呼气 脚尖靠近地面 吸气回来 呼气 保持骨盆的稳定 吸气回来 呼气 双肩放松 吸气回来 再来四次 四 三 更多的腹部收紧 二 再来一个 一 好的 吸气慢慢落下来 这个动作呢 双腿往下降的动作呢 一个动作可以做八到十五次的重复 这是一组 然后可重复三到五组 如果你会发现你的骨盆晃动的比较力 厉害的话 那你就不要做双腿的动作 就做单腿的动作就可以了 因为双腿的动作会比单腿的动作要难一点 好 再来一次 腹部收紧 将双脚依次抬起来 还是双腿的动作 当然双腿的动作 你可以加一点点的难度 进阶的练习 第二阶段进阶的练习 可以将脚勾起来 好 尝试让你的脚跟去触碰地板 呼气 双 吸气回来 吸气回来 那这个动作呢 可以更多地加强你的腿下降的位置 五 四 确保你的膝盖成90度 啊 三 二 最后一个 一 好的 再一次慢慢把腿落下来 那么当你做这个动作能够比较轻松 比较容易完成 能够很好的控制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进阶到第三个阶段了 第三个阶段我们是通过角度的改变 加强我们腹部的稳定 加强我们腹部的力量需求 再来通过腹部发力将右脚屈膝抬起来 再将左脚屈膝抬起来 脚尖七七的触碰 好 将脚指向垫子的左侧45度 好 呼气 脚轻轻的触碰地板 8 吸气回来 7 吸气回来 6 五 四 下背部更多的稳定压向地板 3 二 最后再来一个 一 二 吸气 将脚尖横摆地指向右侧45度 注意小腿不要大拉下来 因为如果小腿大拉下来的话 大腿前侧的肌肉就没有用力了 我们虽然说是练习下腹部 可是我们大腿前侧的力量也是可以锻炼到的 所以请将脚小腿抬高90度 以地面平行 好 呼气 脚尖轻轻触碰地板 呼 1 吸气抬起来 2 3 4 5 每一个动作跟随你的呼吸节奏 6 7 8 吐气要伸长 9 停 好的 把脚尖回到中间的位置 慢慢把脚落下来 好 双脚伸展 双手插指 翻腕 推向头顶的远方 深呼吸 慢慢地吐气 伸展 伸展我们整个腹肌 呼气 再来一次吸气 呼 最后一次吸气 呼 好 慢慢把手收回来 躺下来的姜虫动作呢 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的下腹部 增加它的力量 所以呢 如果你是产后的妈妈 刚刚生完宝宝 那这个动作对于我们来说呢 是非常的好的 可是呢 有一点 如果我们下背部有疼痛的人呢 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可能下腹部的力量呢 不是那么好的掌握 所以的话呢 我们的动作幅度呢 可以慢慢地从小到大 也就是说 当你单腿下放的时候 你的腰也会有一些疼痛的话呢 那我们单腿下放的幅度 就会小一点点 那双腿时候呢 更加小一点点 那么当你做的一段时间 你会感觉你的幅度 开始慢慢可以增加 那就把幅度放大一点点 那么幅度增加了以后 你会发现 当你单腿下放做的比较轻松 掌握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再做双腿的动作 那么双腿的动作 觉得做的也是比较轻松 下腹部挺有感觉 然后腰不会出现疼痛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做第三个阶段的练习 那么第三个阶段呢 通过不同角度的变化 让我们的身体有个不同的适应 那这样的话呢 可以更好的加强我们下腹部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我们的身体呢 就可以逐节逐节逐步的 去练习我们的下腹部 记住 当你在做第一个阶段的动作 掌握的比较好的时候 你就可以进阶到第二个阶段的动作 也就是双腿的动作 当你双腿下放的动作 做的比较好的时候 你就可以改变它的方向 去做第三个阶段 那么到后面的话呢 你每一天都可以 从第一个阶段 单腿的下放 到第二个阶段 双腿的下放 再到第三个阶段 角度改变的双腿的下放 那这样子的话 可以很好地练习到 我们的下腹部 还是那句话 呼吸很重要 骨盆的稳定很重要 那么今天的这个动作呢 我们呢 可以跟上腹部的动作 结合起来做 也就是说 15分钟的上腹部 然后紧接着 15分钟的下腹部 那这样的话呢 从上往下 就能够把我们的腹部肌肉 练得非常的漂亮 就能够很好地 打造我们的腹直肌 可是练了我们的腹直肌以后 还是需要练我们的腹斜肌 还有我们的侧腰 那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让你拥有一条 非常漂亮的马甲线 所以呢 下一节课 我们会继续讲解 怎么样通过一个 对侧悬摆的动作呢 来加强我们的腹斜肌 这样的话呢 让我们的马甲线 能够更加地凸显出来 所以呢 下一节课 我们要练的是 我们的侧腰的线条了 好 今天的课程到这里 再见 我们的侧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